大家好,我是虎客网的小张老师 今天这节课主要为大家讲解Skychap细化客厅模型 其中重点是模型文件之间的移动 难点是画框材质的修改 素材和原文件可以在视频右侧点击黄色按钮下载 接下来我们开始学习Skychap细化客厅模型 打开一个新的Skychap将我们新的模型中导入我们新的Skychap当中 方便我们进行移动 将我们的客厅当中的Skychap模型移动到一个相同的位置上 再选择其他的模型依次进行移动 都没有 接着了 再集中的Skychap细化 这段文件是真诗 选择电视模型 将电视移动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 在这里需要提醒一下大家 用户是在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 所以我们的视线高度要参照80厘米到1米之间 因此我们的安装高度也要以电视机的中心位置 距离地面高度80到1米的距离为最合适的距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右键选择位置 移动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 在修改它的宽度以及高度即可 在这里我们吸附一个其他的材质 修改我们的画框 我们调整一下画框之间的距离 导入我们的门框模型 将上方的墙体进行绘制 选择直线进行封口 再次选择推拉工具 将上方的墙体进行推拉 我们下方的墙体进行推拉工具 好了 将我们的插机模型移动到我们客厅中央的位置上 好了 此事物的模型就已经创建完成 本节课程讲解完成 学设计上虎课网 学设计上虎课网 食材料 3